好的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在抵達廣島之後 他的行程可以說是排得滿滿滿 因為我們現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他很有可能在台灣時間 早上的七點半左右 將會造訪和平紀念公園 和這次接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招待的八個國家的領袖 是一起到援爆紀念碑前面 要進行獻花 而這也是烏克蘭方面 其實他們持續的要提出 向日本提出要求 希望能夠排進這個行程 因為折倫斯基表示 他希望親自來看看 援爆到底有多可怕 而因為他們烏克蘭現在 正在戰亂之中 所以他也希望自己能夠知道 當時日本到底經歷了 多慘的狀況 而除此之外 事實上折倫斯基在今天的行程 還是相當的多 因為他要參加兩場 G7相關的工作會談 其中一場談到的是 烏克蘭的局勢 另外一場則會跟所有這次參與的國家 包括G7七大工業國的領袖 還有岸田文雄招待的八個國家 以及七個國際機關的領導人 大家是一起坐下來會談 而估計這個折倫斯基他的演講很有可能就會在這兩個工作會談中來進行 而他這次來到日本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爭取所謂的南方世界國家 是以印度和巴西為代表的南方世界國家的支持 因為這些新興國家事實上他們並沒有主動的非常大力表態要去支持烏克蘭 而是在烏爾之間是採取一個比較曖昧的空間 因此這也是 澤倫斯基這一次來到廣島之後他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而他在今天在結束兩個工作會談之外 他還可能會跟日本以及美國的領袖 也就是岸田文雄和拜登來進行一對一的會談 可以說澤倫斯基這一次在日本行程可以說是真的非常的滿 而我們也會在廣島這邊持續為大家鎖定澤倫斯基的最新動態 主播